台湾陆委会8日在陈云林抵台前紧急召开记者会 强调遭中共国安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中鼎帮返台 近期会有积极正面发展 但是对于中鼎帮目前的人身状况何时被释放 以及另一位蔡正元低调将中鼎帮的妻子带往江西一事 陆委会都没有回应 有媒体质疑台湾官方的表态是为江城会抗议消音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近期会有积极正面的发展 就在陈云林抵台前一刻 邀集法务部与陆委会官员陆委会主委赖信源 大动作开记者会 强调遭囚禁的法轮功学员中鼎帮 反台近期会有正面发展 但目前的人身状况以及何时被释放 陆委会都不提引发记者质疑 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不曉得说是中鼎帮的案子 这个最新的进度去在哪里 我似乎还是没有搞得清楚一些 到底什么叫做积极正面的发展 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 就是说能不能够比较明确的说明一下 中先生现在的状态 台湾民间已经发起大量密集的营救中鼎帮行动 强调不放中鼎帮不开江城会 媒体质疑陆委会今天的动作 是不是替江城会消音 或是模糊无罪释放的诉求 说所谓的最新进度是 连时间或是说目前审查进度都完全没有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记者会是不是因为明天要交开江城会 政府会不会 就是向陈宇宁公开要求就是 无条件无罪的释放中鼎帮 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表 那但是我们相信他反台一事会有积极正面的发展 大家的关心关注 也让这个政府觉得也很感动 那我们也更责无旁贷 本来就应该要积极的协处 那社会各界的关心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台湾社会的可爱 谢谢 中鼎帮被囚禁52天以来 海内外营救声浪越来越大 针对昨夜 我们党立委蔡振元未经家属同意 带中鼎帮的妻子李亚敏前往大陆 并对外发布新闻稿 媒体询问是否为政府受益 陆委会极力撇清 蔡振元的行动是不是在政府的计划范围内的 这个你应该可以说 行政部门做的就是行政部门 透过行政部门机制在处理的 国会的部分不是我们行政部门要去处理的 中鼎帮的家属今天发表声明 强调中鼎帮母亲及弟弟妹妹将持续公开呼吁总统马英九 海内外各界人士协助营救中鼎帮 不受中共任何直接及间接的威胁 另外中家也对前往大陆的中太太安慰表示忧心 强调未经中家人全面同意 蔡振元不得代表中家 同意中共的任何单位所提出的条件或要求 邢陶仁雅特电视陈维谋 曾一豪情侦 台湾台北报道